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她需要自己破局 将自己不好的命运转给别人 江志愿十年后的属性是软弱 逆来甚受 所以重申后 她开始积极应对命运的不公 努力促成狗幻与绿茶的婚姻 她也确实结婚了 可依旧没有停止对志愿的迫害 关键是志愿糟糕的命运转移给了她的朋友杨朱兰 为了让命运再次转给狗幻与绿茶女 江志愿开始勾引狗幻 想让她重复十年后的命运杀掉绿茶女 狗幻这个人属于狗改不了吃屎 就在志愿勾引的同时 她又和刘志愿的前女友吴佑拉勾搭在一起 听到这个事情 志愿再次把狗幻甩了 狗幻狗急跳墙 在吴佑拉的帮助下 不但想杀了志愿 还想杀了绿茶女骗保 结果狗幻和绿茶女狗咬狗 一个死亡一个逃走 后来绿茶女潜入她家准备把志愿烧死 志愿早有准备 一套功夫下来 直接把绿茶女制服交给了警察 至此两个对她最大的威胁都剔除了 狗幻死亡 绿茶女会牢底坐穿 接下来就是志愿的幸福生活了 她得到了的刘志赫爷爷的认可 与志赫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婚后两人依旧幸福 生了四个娃 并且她离开了UK总公司 创办了第二次基金会 支持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两人度过了所有过去十年的时光 开启了下一个未知的未来 刘志赫 躲开命运与志愿一起幸福 刘志赫作为UK的既定继承人 她一直是爱着江志愿 前世她看到志愿与狗幻的幸福画面 主动退让 结果志愿婚后根本不幸福 还被狗幻杀死 她非常后悔 开车回去的时候 发生车祸 一面呜呼 为了给她后悔的机会 志愿的父亲让她也重生了 回到二十年前的刘志赫 对志愿非常的上心 就像是个骑士一样 一直出现在志愿身边 帮助她 保护她 一开始志愿对她总是敬而远之 后来两人意外对上了暗号 这才把窗户纸捅破 相认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 她就从幕后转到了台前 开始出手帮助志愿 对付渣男和绿茶女 刘志赫算是说到做到 她真的成了志愿坚实的土地 帮她成长 复仇 最凶险的一次是 她的前女友吴佑拉 怂恿绿茶女的父亲 开矿时车撞死江志愿 幸好刘志赫挡在了志愿的车前 救了她一命 后来她使用计划 让绿茶女和狗幻互相残杀 彻底解决了这两个麻烦 最终她和志愿结婚 生了四个孩子 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郑秀敏 杀死狗幻老底坐穿 其实郑秀敏和江志愿之所以会交物 全都是因为志愿的母亲 这个女人为了自己快活 抛弃了江志愿和她父亲 跑去和郑秀敏的父亲在一起了 而郑秀敏的父亲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她为了和江志愿的母亲在一起 抛弃自己的妻子 并且对郑秀敏的态度非常差 还经常打她 所以郑秀敏从小就讨厌这个后母 更讨厌江志愿 于是她偷了江志愿的钱包 接近志愿并成了志愿唯一的闺蜜 郑秀敏并以闺蜜的身份 肆意破坏志愿的朋友 亲友 男友 甚至是运气 前世她直到把志愿害死才罢手 内心非常狠毒 重生的志愿一直在找机会 甩开这个两面三刀的闺蜜 到了公司的秋游会上 他俩才算彻底闹掰 这个时候志愿一直在 撮贺狗幻和她的爱情 让她感觉自己和狗幻结婚是赚到了 结果和狗幻结婚后 日子过得稀烂 于是郑秀敏又和刘志愿的前女友联手 开始陷害江志愿 到最后投机不成十把米 她本来想抓狗幻与志愿上床的事 结果却看到了狗幻与才罚女滚床单的画面 狗幻打算杀她骗宝 可惜被郑秀敏反杀 一命呜呼 郑秀敏跑了之后 还妄想着杀了江志愿 最后被扎关到了监狱中 再也没办法做了 条敏幻 四王 条敏幻就是整部剧中的大傻子 这么说是因为她真的没脑子 放着江志愿这么好的女朋友不要 一定要和绿茶女在一起 也不知道她是为了什么 面对江志愿她从来不是平等对待的 她只有不停地压榨 江志愿只要有一点不顺着她的意思 条敏幻就要上手打她 重申后的志愿先是让她买了垃圾股票 欠了一屁股的债 随后又利用她和绿茶出轨的事情 终于把她给甩了 被甩后她和郑秀敏结婚 依旧是十年后的那副德行 只不过郑秀敏不是志愿 她会反抗 面对反抗的郑秀敏 朴敏幻越发地不愿意回家 索性和刘志愿的前女友吴佑拉鬼混在一起 吴佑拉也是饥不择食 两人就这么滚了床单 她以为吴佑拉和她滚床单是因为她帅 其实吴佑拉只是日常操作 因为她觉得睡过的男人 对她就不会有防备心理 郑秀敏通过刘志愿发现了她和财阀女的坏事 本来朴敏幻就打算杀了郑秀敏 这下正好 但是她真的太差劲了 竟然被绿茶女反杀了 最后将志愿的命运转到了狗患的身上 惨死在玻璃桌下 刘希妍与白恩号 刘希妍是刘志鹤的妹妹 一开始是厕所事件 让她俩产生了交集 后来将志愿误打误状看到了她和刘志鹤购物 还极致亲密 差点就放弃了和刘志鹤的爱情 幸好志愿与希妍解开了误会 并且还成了要好的朋友 西炎对人很真诚 尤其是对志愿 她才算得上是志愿的真朋友 剧情上西炎基本没有任何的推动作用 她就是搞笑担当 用来调剂紧张的节奏的 不过刘志鹤与志愿的爱情 少不了西炎的神助攻 白恩号还追志愿的时候 西炎就喜欢她做的蛋糕 后来白恩号放下了对志愿的感情 就和西炎开始有了发展 白恩号的登场算是救了志愿 也是第一个大反转 当时绿茶女想用同学聚会来嘲讽志愿 白恩号出现 直接破坏了绿茶女的计划 还给志愿拉了一波好感 刘志鹤想把志愿托付给白恩号 可惜志愿的心力只有刘志鹤 所以白恩号放手 想默默地祝福志愿 为了搞垮志愿 刘志鹤的前女又吴佑拉 将她工作的餐馆买了下来 想利用白恩号对付志愿 可惜她的计划未成功 白恩号也因此失业 吴佑拉原本想让白恩号失业 志愿的快煮料理包项目失败 结果白恩号在志愿的建议下 与UK料理包的项目合作 一怕而红 她也凭着人气与手艺 直接开了一家叫山茶花的餐厅 她算是这部剧里的第二个大赢家 不但事业有成 还谈了个漂亮有钱的女朋友 杨朱兰与理事长 杨朱兰是销售组的副科长 她的性格非常软弱 逆来顺受主动道歉 在志愿没有重生之前 她俩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交集 重生后 为了阻止绿茶女的升迁 志愿才主动和她搭话 前期的故事 杨朱兰就是一个受气包 公司里受上司的气 家里受老公的气 后来志愿的命运转到了她的身上 外来被出轨 被谋杀接二连三 幸好有志愿的帮忙 她才一一避开这些 最后在理事长的帮助下 她成功和渣男老公离婚 并凭着自己的能力当上了科长 理事长对她的帮助至关重要 而且理事长对于杨朱兰的感觉 就像是刘志赫对志愿的感觉类似 可惜她俩到最后都没有在一起 对志愿的感觉 好